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不仅是砖石构筑的建筑群,更是一本厚重的历史剧者。 这就是位于中国北京新藏地带的故宫,或者称作紫禁城,他见证了明清两代的帝王生活,承载了无数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精粹。 故宫夜幕下的秘密 历史背后的都市传说,随着夕阳西下,紫禁城的影子渐渐拉长,故宫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在落日余晖中闪烁着历史的光辉。 但是,当末班游客踏出宫门,这座古老的皇宫便缓缓关闭其厚重的门飞,不再对外人敞开胸怀。 在这一刻,故宫仿佛有意收藏起他的秘密,只在夜幕之下低语。 这个千古低宫,为何要在下午点就闭门谢客? 莫非里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曾经有人说,在五月的夜晚,紫禁城的角落里,会有幽魂徘徊。 是那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皇族和宫人,特别是在1992年,那个风雨交加的暴雨之夜,闪电划破天际,照亮了雨幕后的宫墙,一群神秘的身影在墙上昙花一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议。 这些身着清朝宫庄的女子,究竟是历史的回声,还是现实的错觉? 这个谜团,激起了人们对故宫深不可测历史的好奇与幻想。 然而,故宫并非无端生出这些荒诞的流言。 每一处飞檐走壁,每一幅壁画,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默默记录着过去的辉煌与苍凉。 无数的帝王将相,宫与太监,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悲欢离合,留下了许多悬而未解的故事。 这些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随着时间的沉淀,变得愈发神秘莫测。 他们勾起了人们探究未知的渴望,和对过去的尊重。 如今,当科学的光芒试图穿透这些迷雾,人们是否真的准备好揭开历史的面纱? 在接下来的探索中,我们将一同走进科学与迷信的交锋,寻找那些在雷雨之夜显现的宫女背后的科学真相。 但景中常明,故宫的闭门之谜也许并非只有科学解释那么简单。 我们的探险才刚刚开始,每一道门后都可能藏有另一个故事,等待着勇敢的探索者去发现。 科学与迷信的交锋 四氧化三铁的奥秘 在紫禁城的高墙深院中,曾经有一种说法在民间流传。 故宫的宫女幻影是那些往事皇族和宫人的灵魂在暮色中游荡。 可是,当科学家们持着显微镜和数据走进这座古老的皇宫时, 他们发现了另一种可能性,一种脚踏实地的解释。 他们同迷信说法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四氧化三铁,这个名词或许让人想起了枯燥乏味的化学教室, 但在故宫的墙壁中,却意外地与历史传说发生了交集。 科学家们发现,故宫的宫墙由于含有四氧化三铁的成分, 在特定的湿度和光线条件下,能够反射出人影般的光图。 这样的物理现象,被怀疑是那个风雨夜晚幻影出现的科学根据。 这一点点科学的光亮,似乎即将驱散周围的迷雾。 然而,这个科学解释并没有轻易地赢得所有人的幸福。 有人质疑,若是物理现象那么简单,为何这些幻影只出现在夜深人静之时? 为何伴随着风雨和雷电? 这是否又是科学无法完全解释的自然之谜? 在科学与迷信的交锋中,故宫的夜晚又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这场科学与迷信的较量并未有一个终结的答案, 但它却为故宫增加了一层探索的沙漫。 人们在好奇与探索中前来,希望亲眼见证那些传说中的幽魂, 或是寻找那些科学无法完全解释的现象。 而在这背后,故宫的每一块砖, 每一片瓦依然默默地守护着它的历史与秘密。 故宫闭馆之谜,似乎在科学的解释与传统迷信之间找到了一条细微的平衡线。 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甘青宫的悲欢离合, 探寻那些帝王的居所中隐藏着的故事与冤魂传说。 科学的光芒是否能照亮历史长廊的每一个角落, 还是又会在某个古老的故事面前停下脚步? 让我们继续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探索那些被时间遗忘的秘密。 甘青宫的悲欢离合, 帝王的居所与冤魂的传说。 甘青宫曾是大清皇帝的正宫, 这里见证了无数帝王的兴衰更替, 也沉淀了太多的悲欢离合。 白日里,游客络绎不绝, 对着那些金碧辉煌的殿堂拍照留念。 然而,夜幕降临, 这些华丽的装饰和宏伟的建筑, 却似乎变换了一个世界, 变得幽静且深邃。 传说, 在这个帝王的居所中, 还徘徊着一些无法安息的冤魂。 他们在迷雾中漫步, 向世人述说着他们未尽的故事。 科学家们可能会对这些传说嗤之以鼻, 认为那不过是民间艺人为了吸引游客而捏造的故事。 然而, 每当夜风吹过, 丹青宫的垫脚和长廊似乎会发出奇异的响声, 仿佛是有人在低语。 那些声音是否真的只是风的作用, 还是古老石板下, 那些帝王和宫人们的哀叹? 这些谜团就像是一幅未完成的话卷, 激发着人们探寻的欲望。 故宫的夜与其说是黑暗的, 不如说是一种沉默的蓝, 深邃且温柔。 在这片沉睡的天空下, 甘青宫的故事悄悄展开。 此刻, 那些宫墙不再是冷硬的石头, 而是在满故事的容器。 而这些故事, 既有科学的解释, 也有民间的添油加醋, 共同编织成一张张网, 让人不禁想要一探究竟。 接下来, 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些神秘现象背后的历史与文化。 不仅是为了寻找科学的解释, 更是为了理解那些被岁月埋藏的真相。 是否所有的秘密都能被现代科学解开? 或者, 故宫的夜晚, 真的有着我们所不知道的另一面? 让我们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航行, 寻找那些被风化的记忆, 揭开一段段尘封的往事。 故宫未开放区域的幕后, 保护与神秘并行。 故宫的一角, 有那些岁月静好的未开放区域, 它们同游客熙熙攘攘的公共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些区域, 岁月仿佛凝固, 每一块砖, 每一个瓦都被历史的灰尘覆盖, 守护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保护和神秘, 在这里并行存在, 激发着人们对于未知的无限遐想。 这些闭门跟背后,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还是仅仅为了文物保护的需要? 在这些未开放区域, 保护工作正在静静进行。 文物修复师以极大的耐心和精细的工艺, 一点一滴的恢复古迹的原貌。 然而, 这些严格的保护措施, 也成了产生神秘传说的温床。 有谣言传出, 某些区域之所以封闭, 是因为曾有工作人员在夜间见到过难以解释的幽灵现象, 甚至有人声称听到了古代宫廷的音乐声, 宛如穿越时空的低语。 这些传说和目击陈述, 是否仅是人们对于未知的自然恐惧? 还是真的有些不可言说的秘密, 被深深埋藏在这些古老的建筑之中? 在科学与迷信的交织下, 故宫的每一处角落都显得更加神秘莫测。 随着我们的探索深入, 这座古老宫殿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在向我们诉说着什么, 既有历史的沧桑, 也有未解之谜的诱惑。 结语, 随着最后一页的翻动, 我们的探索之旅也接近尾声。 故宫的每一砖一瓦, 每一道门飞, 都默默诉说着过往的辉煌与秘密。 从充满生机的开放区域到神秘莫测的未开放角落, 我们一同走过了一段穿越古今的旅程, 试图解读那些被时间深深印记的故事。 我们已经窥见了保护与神秘并行的幕后, 感受到了每个未开放区域所特有的历史质感。 在故宫的深处, 每个角落都有其独特的语言和存在的价值, 他们等待着历史的爱好者去挖掘, 等待着未来的探险者们去发现。 本文虽然结束, 但故宫的故事永远不会落幕。 未来仍有无数的秘密等待被发现, 无数的传奇等待被讲述。 它们就像一颗颗带挖掘的珍珠, 散落在这座千年皇宫的每一个角落。 而我们, 只是这无尽宝藏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的探索和发现, 为这座历史的宝库, 又添了一份理解和敬仰。 在告别这个故事的殿堂之时, 让我们带着对未知的好奇心, 和对历史的尊重, 期待着下一次的相遇, 期盼着再一次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 故宫, 这个古老的皇家园林, 将继续在时间的长河中流传, 与世人共享它的无穷魅力。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